纽约的儿子VS上海的老妈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在纽约对于留学生来说 一个月花费的钱主要是这几块 一个是学费 入宿费 交通 还有吃饭 今天我们来看学费好了 一年的学费是四万块钱 那儿子很争气还拿到了七千块钱的奖学金 所以学费这里一年是三万三 平均到每个月是两千七百五 房这方面是房租两千二 还有电费 网费 各种杂费加起来 每个月差不多是两千五百刀 还有交通方面 特斯拉每个月的保险是两百五十块 家里楼下的车库的停车费 每月是三百五十块钱 包充电 每个月在学校附近停车费 大概是两百五十刀 还有洗车费 大概每个月是五十刀 这样交通方面每个月大概就是八百五十刀 吃饭一般会在外面吃快餐 像麦当劳啊或者是吃一些披萨 有时也会买些原材料到家里来自己做 偶尔是会跟同学去聚餐 这样每个月吃饭方面的花费大概是一千刀 这样在纽约读书生活的费用加起来是 学费两千七百五十刀 租房两千五百刀 交通八百五十刀 吃饭一千刀 这几项加起来一共是七千一百刀 折合人民币大概五万块钱这个样子 我在上海的花费大概有这几块 第一块就是购物 包括服装还有拍摄的设备 家具用品 这些加起来大概是一个月一万块钱左右的样子 住的房子是2003年的时候自己买的 每个月的物业水电煤 加起来大概是两千块钱左右 职务方面一般是自己在家做饭 偶尔也是会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这样每个月的花费大概是五千块 交通方面我是2021年买的新能源车 保险停车费 充电费 有时候到市中心会叫网约车 这样每个月的交通大概是两千块钱左右 但是这几项加起来 每个月我在上海的花费差不多要一万九 真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下一条 我一直以为我还挺省的 这样我和儿子两个人每个月的基础开支 差不多要七万 所以真的要努力搞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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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